这是我国首次从制度层面关注高校抑郁群体 9月11号,国家卫健委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评测结果异常的学生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曾感觉抑郁 而另据中国儿童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 如抑郁、焦虑、强迫、自伤自杀等 精神科医师分析,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大城市能不能落户,能不能养活自己 许多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焦虑 此外,家庭的问题,本人的性格,早恋的问题,霸凌 加上现在观念更加开放,小孩子经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社会上的事情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现在就读于北京一座高校控制工程专业的A同学患有中度抑郁症 备考的那一年,他一周只给自己放一个晚上的假 平时都是从早上学到半夜 大学生B同学则因为感情问题患上了抑郁症 不过即使筛查出有问题的学生,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治疗也是一个问题 清华大学接受心理咨询的预约时间最快也要半个月以后 此外,心理学家认为,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轻松多元的社会风气很重要 大学生毕业后只做个普通工人也很好 行业其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现代电视记者周晏芬整理报道